起码得上个1000分 你得告诉观众 他妈国服确实是眼子 我前面两个赛季都是这样子的 韩服一个月1000分1300分 国服转一转啊都无所谓的嘛 国服这大家都心知录明的 还是要打韩服上点分的 没毛病吧 打国服天天跟一帮演员玩游戏真的 有些主播他没有演员演他 他不演除了他打得舒服 我就拿我自己来讲 天天跟那帮演员打是真打得很恶心的 根本玩不了 根本玩不了 你想上分只能打韩服 只能打韩服 这没办法的事情 全军出击 红开啊红开 对啊我觉得只要说 哪怕我国服 我现在前两年都转一转 只要你韩服能上1000分1000多分 对吧 就没什么 我觉得就还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们觉得呢 即使你投吧 这个不是,这个小石头人什么意思呀 这耽误了5秒钟时间啊 这真的好伤啊兄弟们 这5秒钟时间这掉的真的是找谁说理去啊 诶 下路已经这么惨了吗 快了 感觉这波要糟纵 这又是细节兄弟们 特别要是不骗他我特别要死的 他们扶住没死 他没闪 还行 他没人 好,走了 诶,等等等等,虫子我是不是可以小偷一只啊 走了 漂亮 对面中单是不会的,这个好像是打ADC的,有点印象这个ADC 他可能这把会是一个突破口 还行,这把我们先偷了两只虫子很舒服 德莱文不知道能不能抓呀 走,他们辅助密室 不要深追 对面现在也想帮德莱文拿人头 所以我这波红霸果都不刷,我也要往下靠保一手下路的 这下路我有点,有点怕对面吃出月桃 哇 我还是给他提到了 屏障给他挡过伤害 我怎么拉开会不会好一点啊,想补伤害 嗯? 漂亮 把他眼位压掉吧 这辅助哥们含护王者呀,人家还是 还是职业哥的 他把上路的差距比较大了 送不了他 这个猪女感一副要C的样子 T1 这是真T1的假T1的,怎么这么菜呀 这种猪女感在这一些 没人不是说这个猪女感 那白金其实该是伤害了 好 我看一下他真的假的 假的上单假的,对面中单我就说是不会的,涛博二队的ADC 等我下路等我,现在猪下路打了,搞针对得奈文了,猪女这个脸已经针对不了了 诞弹的词 打倒了 我的家族 不敢深追 蓝文跟杰都是从家里出来,这波是能直接支援,他有个飞天没有交 他这波一定能交出这个飞天的,没有试炼你深追这波没有闪现可能要是 风险比较大 马上其实很笨 先打立即 我让他在外面传送AC 等他死了 中期就要小心那个猪女的开团就好了 这把中亚加女 现在不要跟猪女打架,猪女我们暂时还处理不了 就拿对面这个杰提款 打他一波撞他一下 漂亮 中亚要不要买呢?不是,杀战术要不要买呢?我猜猜 买吧买吧 我团战现在有女妖在手,不要浪的话很难死的 团战在后面蹭一蹭,搞点杀战术 还行 哎呀死打可破 等个巫妖CT打两个巫妖 中亚女妖加杀人数我就不知道怎么死这一把 推中吧我就把他上来去 大龙肯定是不大宣誓不着急 扣6啊兄弟们 每次逆封的时候大家都重拳出击怎么主播C的时候就沉默不语呢 我直播电已经被黑子占领了吗难道 好猪女拿的还行吧 你们还是别打字了吧一打字我就死了 大招 可惜隐身的时候被解减了 猪女拿的还好他们想给德莱文让人头 没让到 我往后拉开了 这边怎么还得打EVE啊 闪天Q 哎哟 还有出攻吗 对面踩我家子了 然被打开了 帅猪毁 对面 Gone Pit DE通次 利 fo 对面 商人 关 Non 时间 尬出了我干 算了吧 有个大龙吧 鲭勺 惨 就算了 漂亮漂亮 C麻了